这两个齿轮都是3D打印的 不过相信你很容易就能看出它们的差别 紫色的这个用的是FDN3D打印机打印的 比较粗糙 层纹明显 而米白色的这个就非常细腻了 它是由光固化3D打印机打印的 同样是3D打印机 但它们的原理并不相同 FDN3D打印机使用的是线卷耗材 由热端融融后再次固化打出形状 精度一般在0.2毫米左右 而光固化3D打印机使用的是光敏竖纸作为耗材 以这台黑格Reflex LCD光固化为例 料槽中的竖纸经过底面屏幕照射 在成型平台上固化形成形状 它的精度可以达到30微米 几乎是FDN3D打印机的10倍 不过也并不是说光固化精度高 我就无脑上光固化了 它们之间也各有优劣和不同的用途 之前我的频道里没有过多的讲光固化3D打印 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光固化相比于FDN 不管是在使用还是在维护 都要复杂得多 FDN3D打印 打印完成就是成品 可以直接使用 而光固化3D打印 打印完成仅仅是第一步 接下来你还需要清洗残留的树脂 晾干 然后固化 固化完成后 根据不同的用途 可能还需要打磨上色等 只要其中的任意一个步骤出现问题 就可能导致打印效果不尽如人意 没有专业的知识是很难完赚的 不过在我使用过这台黑格Reflex后 准确的说是这么一套产品组合后 我的认知上发生了一些改变 光固化3D打印机 原来也可以做到如此友好的体验 那在这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可以打印些什么 这个是福利联的手办模型 我使用了三种不同的耗材 灰色部分用的是PARP10原型树脂 用着不错的强度和精度 也是较为经济的树脂耗材 透明部分使用的是PAT10高透模型树脂 这个是他们家独有385nm光源技术 这种透明件是FDN3D打印机 以及其他家的光固化都很难做到的 脸部和皮肤部分使用的是POWR10耐磨应用树脂 它高耐磨高韧 通常用在BJD冰人等可动模型上 可以一定程度上直接作为成品使用 那这个齿轮箱我就是用了POWR10数值打印的 它的精度是FDN3D打印机无法做到的 而且耐磨性能也不错 我们再来看这个模型 这个是我用在其他打印机上的循环风扇的风道 因为它靠近热床 而热床温度又可以达到100度 之前我用FDN3D打印机 使用耐90度高温的ABSGF耗材打印 用在上面仍然会有高温软化的情况 而这个键是我使用黑格的PAH10耐高温成型模具数值打印的 它可以在110度高温下长期使用 精度高耐瘤化 这种数值可以用作硅胶翻模的外壳模具 低容点材质的胶筑模具等 另外它们还有PAU10类ABS数值 PAP10精细应用数值 C模式还可以多次为数值等 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应用 之前我们可能了解消费级光固化3D打印机 更多的是在手办模型上的应用 那这台黑格Reflex是在消费级领域 探索了更多以前只能在工业机上可以做到的应用 可以说它是介于消费级和工业机之间的这么一台机子 另外为什么前面我说它改变了我对光固化3D打印机的印象 这里我们就来详细说说 首先是打印机本体 相比于市面上其他消费级机型 黑格Reflex加入了大量的智能化功能 做了很多细节上的优化 比如智能料盘检测 成型平台安装检测 另外传感器 快装料盒等等 这些让你哪怕是没有专业的知识 也能快速入门 另外像这个水平度调节 看似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功能 但其实对打印效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以往的消费级机型大多没有这个功能 或者只有一个简单的水平仪 很难做到精准调频 还有一些软件上的优化和智能化功能 比如一键切片 自动排版 云端发送任务等等 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光固化3D打印机的使用门槛 正式的体验就是 拿到机器 根据开机指引设置好机器 装入料盒 电脑端下载Blueprint Studio 注册并连接机器 根据指引创建项目 导入模型 点击一键切片 开始切片 切片完成后 发送到打印机 在打印机端 点击开始打印 几个小时后就可以收获模型了 不用调餐 傻瓜式的打印体验 特别适合小工作室 或者是设计类人群 外发时间过长 想入门光固化又怕门槛过高 那这台设备就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仅仅是打印机本体的智能化功能 可能并不能说是真正友好的体验 因为前面我也说了 光固化3D打印 打印只是第一步 后面还有清洗和固化的步骤 打印机清洗机固化机 这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才是黑格真正区别 与其他消费级光固化3D打印机的关键所在 光固化3D打印 其实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清洗和二次固化 打印完之后 模型和成因平台上残留很多数值耗材 之前我们通常的步骤是先取膜 然后扔到清洗机中 加入酒精进行清洗 问题就在取膜的过程中 很容易有大量的数值飞溅出来 搞得到处都是 黑格Ultra Craft Watch清洗机的使用逻辑是 直接把成型平台放到清洗盒中 倒入酒精 放到清洗机上 然后智能的地方就在 它可以通过电脑端远程发送 适配该项目的清洗任务 这个清洗任务是根据你使用的耗材 进行自动适配的 不会清洗不到位 也不会浪费过多的时间 清洗完成后拿出另一个清洗盒 它随机负责的是两个清洗盒 把含有清洗剂的盒子 叠放在空盒上 打开阀门和排气孔 清洗剂就会通过卡核式排液孔 自动排入底下的空盒中 而当下一次需要清洗的时候 再反过来把含有清洗剂的盒子 叠放到需要清洗的模型的盒子上 打开阀门 清洗剂流入底下的盒子中再次清洗 这整个清洗的过程中 你是不会接触到清洗剂的 也不会有溶剂到处飞溅的情况 另外清洗剂还可以多次利用节约成本 光固化3D打印清洗剂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开销项目 清洗完成后 就来到了二次固化步骤 每种不同的耗材 它的固化参数都是不一样的 固化时间短了 功率低了 会达不到最佳的效果 固化时间长了 功率高了 模型又会变黄变脆 尤其是透明件的二次固化 即使是老司机也是很容易翻车的 黑格Ultra Craft Clear固化机 也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打印项目 不同的耗材 自动适配固化流程和固化参数 并通过云端发送任务 而且这个固化机采用了 405nm和365nm双波段UV灯 并且拥有光固和热固两种固化方式 可以通过打印项目自动匹配 混合使用不同的固化模式 从而达到更好的固化效果 最近他们针对重度用户 还推出了脉冲玻璃模块 配合上专用的脉冲玻璃料盘 可以使模型更容易地 与离型模玻璃降低离型力 这也就意味着可以减少和减细支撑 一是节省耗材 二是支撑点小 后期修模也更方便 另外对于小角度和大截面的打印 也有很大的提升 打印机 清洗机 固化机 脉冲玻璃模块 这一整套完整的光固化3D打印解决方案 才可以说是真正友好的体验 也是我之前在消费机机型上没有见到过的 它也一定程度上让我改变了 对消费机光固化3D打印机的认知 当然在我这段时间的使用体验中 也有一些要吐槽的点 一个是这个快拆料盒 插入的时候是非常方便 数字会自动流入 通过夜位传感器还能实现自动蓄料 但是如果你中途要换料 也就是这一盒还没有用完的情况下 想要换另一种耗材 那就比较麻烦了 拔出料盒容易滴的到数都是 除了清洗料槽中的耗材 还要清洗闸门 二是原装的耗材 虽然质量没得说 但是真的好贵啊 三四百四五百亿公斤 真的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 好在我测试了一下 三方的料也不是不能用 我目前手头上有的通用刚性数值 和生物机水洗数值 都是可以顺利的完成打印 只是需要手动忽略警告 强制打印 而且没有匹配的固化参数 只能小心观察 防止过度固化 三是这个自动切片 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而且没有进度调 不知道多久才能好 有时候就等得有点心急了 云端同步的话 那就得看你的网络条件了 那就在刚才我得到消息 软件是在三月份会有一次更新 会大幅度提升切片速度 说实话 要配齐黑格这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从价格上来说真的是不便宜 尤其是对于个人爱好者 而对于像小型工作室 初创研发团队 首办原型工作者这类用户 近似于工业级的生产质量 消费级的价格 再加上智能化 简介友好的操作体验 黑格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好的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一键三连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